南方人东京大学附属医院脑外科王牌主治医生 医术高超主导过多次外科手术 三年前同是医生的未婚妻游泳未来 被查出有脑干部肿瘤并且已经扩散 在征得未婚妻同意之后 南方人作为主治医生 给他进行了这场难度极大的手术 最后肿瘤虽然切除 但未婚妻游泳未来却变成了植物人 从此南方人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只要一接到有难度的手术 都会拜托其他医生来操作 而作为回报南方医生则替他们指夜晚 就在一个平常的夜晚 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降临了 在收治一个头部有伤的病人后 从那个伤者脑中取出了一个婴儿形状的肿瘤 再看到这个婴儿的第一眼 南方医生就头疼于脸 当时的他并未多想 几天之后 那名身份未知的伤者将婴儿形状的肿瘤标本偷走 并且对赶上来的南方人说了一句意味不明的话 回去回到那个世界 一阵拉扯之后 南方人重心不稳 从楼梯上跌落 陷入了时间隧道 也自此拉开了这部剧的序幕 从荒野中醒来 南方人弄不清自己身在何处 手边还有一个急救医疗包 突然听到不远处有打斗声 凑近前一看 几名古装打扮的武士正在交战 还在纳门市哪个剧组正在拍戏 一刀汇过 鲜血溅了他半身 作为经验丰富的医生 立马认出了这是真血 而其中一名武士 为了救他 前额被砍中一刀 援兵到来 歹徒落荒而逃 而那武士表明自己身份和住址之后 便运了过去 形势危急 如果再不施救 这个名叫鞠躬太郎的武士 恐有性命之忧 其人立马将伤指抬走 一路上的古风建筑 让南方宛容梦境 但眼前奄奄一息的太郎 无比真实 确实不是做梦 局家很快到了 看着受伤的儿子 母亲菊荣豪的四星裂肺 妹妹菊笑也是一脸惊慌 时间刻不容缓 南方一看表 必须在30分钟之内动手术 也来不及说明具体情况 紧急冲向房内 挑选了几样木工用具 吩咐妹妹菊笑 立马将这些工具用开水煮透 一定要快 然后翻箱倒柜 找出纱布继续说 连带这些也要煮透 不等他回答 便急忙起身脱去带血衣物 换了一套干净衣服穿上 奔向太郎的窝室 灯光实在太暗 全是用蜡烛照明 不过也来不及了 打开医疗包 好在这里的工具齐全 手术刀 止血钳 缝合线 南方医生立马开始动手 从未见识过这些的 菊姆心态炸了 在一旁看得心惊肉跳 来历不明的一个医生 开了他儿子脑袋 这哥谁受得了 背痛着亮出腰间匕首 要和南方人同归于尽 南方用力将他扯了过来 指着太郎的脑部 尽量用通俗话解释 这里面有个血块 如果不取出来 会压破大脑 造成太郎死亡 时间不多了 你千万要冷静 菊姆听这个男人的语气 不像信口开河 一时间也不知所措 在现代这手术难度不大 但是在古代却不可同日而语 急忙将妹妹菊笑帮忙 换一套干净衣服来加强照明 事关儿子性命 菊姆也回过神来 两人帮忙掌灯照亮了房屋 血块已经取出 到了最后的缝合阶段 南方熟练的缝合头部伤口 妹妹菊笑看得目瞪口袋 开炉取血 然后用线将伤口缝合 这种惊世骇俗的场面 为什么这个男人的手 能够这么灵活和稳定 随着缝合的完成 南方大喘一口气 再观察三天太郎就可以脱离威胁 菊笑为他母亲之前的冲动行为道歉 但是抬头一看 南方人已经睡了过去 今晚的遭遇太过刺激 让他疲惫不堪 第二天从梦中惊醒 南方人看了看四周 古色古香的卧室 以及身上的衣物都在提醒他 确实是穿越了 闪了自己一耳光 也没有任何变化 跑到屋外一看 所有人都是古装打扮 难以置信的问菊笑 现在是哪一年 菊笑回答 文九二年也就是1862年 这里是江湖城 懵了懵了 自己摔了一跤 居然穿越到江湖时代 而十年前 英美等国开着黑船 打开日本国门 闭关锁国三百多年的德川幕府 如今风雨飘摇 菊家受封为奇本 年峰150弹不算多 家主已死 目前家中就三人 母亲菊荣 儿子太郎 还有眼前这个妹妹菊笑 好奇的问着各种问题 这手表是从西洋来的吗 你为什么不绑发迹 昨晚你穿的白大褂 是西洋一身的制服吗 南方人含糊着回答 心想这柴火烧出来的饭 就是比电饭饱的也好吃 太郎恢复的不错 再静养一段时间即可 婉拒了菊母的谢力 不过介绍自己身世的时候 南方没办法撒了个谎 说自己撞伤脑袋 记忆比较混乱 记不清自己住在哪 这也引起了菊母的怀疑 如今时局动荡 为了菊家着想 不能留一个不明身份的人在家 即便这人是太郎的救命恩人 门外的南方人听到了争吵 悄悄留下张字条告别 他也不想在这江湖时代逗留 现在想办法 回到2007年才是要紧事 来到昨晚醒过来的小树林 却始终毫无头绪 不远处就是悬崖 南方人心想 也许再帅一次就能回到现代 步步逼近悬崖边 突然身后一个声音响起 一名浪人武士将他扑倒 以为南方人要自杀 便苦口婆心的劝解 南方急忙解释 自己是个医生正准备回家 但是眼前这武士 一头天然卷的长发 为人豪爽爱笑 在看清他衣服上的佳慧之后 更加证实了自己心中猜想 难不成他是传说中的那个人 急忙追赶上去 但瞬间便没了踪影 走入即逝 江湖时代的人们风情无比新鲜 这种名声百态 以前只在电视里见过 南方大为豪奇 还被一个小孩拉住 让他买毛豆 突然看见了浪人武士出现 南方赶紧上前追寻 骑马武士大声斥责 尔等贱民为何拦我去路 咒骂两声随后扬长而去 小孩的母亲额头血流如肚 街坊邻居将这个名为喜事的孩子抱紧 看着倒地的母亲纷纷感叹 怕是救不活了 一位路过的医生阿佐检查后 也是说到没救了 此时南方人冲上前来 仔细看了一眼便说 STA分支断裂还有救 阿佐一脸蒙圈 什么ST分支 流了这么多血 根据我的经验 应该是救不活了 来不及解释 南方人大声说 必须将他搬离这里 立马实施手术 之前的浪人武士 抬着一大块门板 招呼街坊一起帮忙 南方人对他说 救命的工具在树木谷居家 赶快帮忙去取 狼人武士豪爽答应 扯了两个教父任路 狂奔而去 街坊纷纷帮忙 南方人一手按摇额头直血 一边用高温茶水初步消毒 阿佐不解询问 南方人回答 查里有RX酸有一定的杀菌作用 而且病人要保持心结 请不要靠近 一路狂奔来的居家 跟小妹居校说明了情况 刻不容缓 小妹立马将手术工具打包 然而忙中出错 那瓶局部麻醉药忘记带上 小妹非常想再次见到 那神乎其神的医术 便跟着狼人武士一同动身 还没走多远 就遇到了官员巡视 前有武士开路 平民百姓跪拜在两侧迎接 必须等他们过了 才能起身赶路 根本没有时间绕路了 狼人武士临急一动说道 你装成街生婆 他们就会放行 小妹点头 救人如救火 面对开路一丈的阻拦 局校将和服挽到腰间 表明自己是街生婆 抱着工具箱继续狂奔 屋外大雨倾盆 雷声震震 屋内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南方一边安慰小喜事 一边急切等待 没有手术工具 根本无法进行救治 喜事的母亲喘着气 对南方人说 大夫请你住手 命该如此 像我这样的穷人 是付不起药钱的 小喜事一听急忙跪下 对着南方磕头 哭喊着说 请一定要救我母亲 我会送你一辈子毛都当谢礼 看着这懂事的小孩 南方笑着点头 也就在这时 居肖一声泥泞感到 恳求南方人让他当助手 他也想帮忙 所有的工具都在 唯独少了麻醉药 再回去取 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正当几人束手无策的档口 喜事母亲说 没关系的大夫 反正等下去 也是死路一条 我能忍住 南方无奈点头 事已至此 也只能这样了 才第一步 用止血钱将血管夹住 就已经是钻心剧痛 而疼痛超过一定界限 也会造成伤者死亡 况且受到剧痛影响 伤者还不停抖动 无法保持稳定 在处理第二根血管之时 喜事的母亲 进入无意识状态 疼得浑身颤抖 眼看母亲遭受这种折磨 小喜事不停练出 止痛咒语 含着泪一点点鼓励 南方人内心无味杂陈 这种小手术 在现代根本不会出问题 但在江湖时代 在这个动手术 会被当成杀人的时代 自己却束手无策 原来一直以来 让那么多手术成功的 并非自己的医术 而是前人所创造的药 设备和医疗知识 一旦没了这些东西 自己只是个 连怎么让缝针不疼 都不知道的佣医 当了14年的医生 到现在才知道 自己是多么渺小 还一直挑三解四做手术 真是可笑 难道穿越到江湖时代 是上天 又或者是成了 植物人的飞滚期 对自己的惩罚 拖着疲惫身去回到居家 得知今天急事救人的事迹 居母大为改官 同意了让南方入住 在这个陌生的时代 也总算有了个落脚地 屋内的南方人 看着随身照片 照片里的未婚妻 手势居然从右手 变成左手 他陷入了沉思 难道拯救本医死去的人 会改写历史进程 那么到底在这个时代 该如何自处 阿左回到西洋医学所 跟同学说起 前日的所见所闻 那位名叫南方人的医生 一手神奇医术 简直匪夷所思 在学堂引起极大轰动 而南方人也终于确认了 浪荡武士的身份 版本龙马 这位在日本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的人物 联合圣海州 奠定了日本现代海军的基础 促成岛墓联盟 他所提出的传宗八策 成为日后明治为行的重要纲领 做个不恰当的比喻 大致上来说 他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 就相当于我国的孙中山先生 版本龙马 圣海州 西乡龙圣 冲田从司 这些家喻户晓的豪杰 就生活在这个时代 而且自己还能亲眼见到 这真的不是做梦 但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 都在改变历史 未婚妻的照片 就是最好的证明 是否救活一个人 就意味着另一个人会死去 自己还要回到现代 那么不对历史做出干涉 就是最好的行为 南方人想明白了 就安安静静的生活 想办法回到现代 然而天不随人愿 默默的江湖城 虎狼利来袭 在这个时代 大规模传染病 就如同死神 每次来临 整个城市闻风丧胆 身临涂炭 西洋医学所投取 续方红安 门下学生四百 推广了众斗治疗法 还担任将军御医一职 在学堂听见 阿佐说起南方人 特意前来居家拜访 请求他能教授 治疗虎狼利的方法 太郎也说道 自己的父亲 就是死于虎狼利 请务必帮忙 南方人已经决定 对于历史不再干涉 蝴蝶效应已经显现 为避免出现 更大的历史错乱 只能回答自己 不了解这种病 蜿蝶拒绝了他们的请求 人越死越多 不停有棺材运作成 小喜事已经将南方人 当成神医 也出言询问 原本热闹的集市 现在只有寥寥数人 南方人面露难色 没有回答 喜事的母亲 已经恢复健康 将家中唯一指点 钱的一方宴台 当做谢礼送给南方人 紧人正聊这天 小喜事突感身体不适 一股强烈的偶突感涌来 随后便低头狂吐 这明显是胡狼里的症状 母亲急忙抱着儿子 请求南方治疗 自己实在不能出手相助 说了一句抱歉 便要起身离开 菊校没有跟随 而是擦拭其偶突物 不停安慰小喜事 南方人大声阻拦 不要碰 这会传染 果然如此 菊校起身询问 先生你是知道怎么治的吧 为什么要装作不知道呢 南方人无奈回答 有些事明明知道 但不能去做 有条不可以逾越的界限 菊校激动的打断了他 作为大夫 有什么苦衷可以见死不救 有什么样的理由 能看着一个无辜的孩子病死 这番话如当头帮喝 让南方人震惊不已 一个古代女人尚且如此 自己当初学医 不就是为了治病救人吗 冲出门外 对着惊慌失措的街坊大喊 霍乱可以治 不要喝深水吃深食物 病人的粪便和痰都要掩埋 并且将其隔离 就可以控制霍乱传染 大家不必惊慌 南方人已经决定出手 未来如何自己不知道 但是眼前的事情他绝不能袖手旁观 迅速组织了救治工作 霍乱的症状会让病人上吐下泻 最后严重脱水而死 他将盐和糖按比例调配 做成口服补叶盐 补充流失的水分和矿物质 菊校正想帮忙 南方人强力让他回家 这个病在古代太过凶险 为了安全着想 不能让菊家小妹身陷险 回到家中的菊校 跪在父亲的灵位前 哥哥太郎得知霍乱遗气 也只能祈祷 菊校心有不甘 他知道再怎么祈祷也没用 父亲当年就死于霍乱 整个江湖城 每隔几年都会失衡遍业 这个倔强的菊家小妹骑身 不顾母亲阻拦 她是武士家的女儿 也要加入到抗病队伍里 满头大汗的跑到西洋医学所 请求旭芳大夫帮忙 解释到之前南方医生有苦衷 所以不得不撒谎 旭芳大夫没有计较 为医者只要有一线可能 就应该去尝试 患者越来越多上途下歇 南方医人手忙脚乱 就能痊愈 但是如今只能尽量维持局面 小喜事的病狂加重 面无人色 嘴唇发紫 手上的皮肤因为缺水过多 已经开始发皱 穷人孩子早当家 这个懂事的小男子汉 到现在还记得不让南方吃亏 他已经问过会写字的账房先生了 要送他一辈子毛豆地药钱 如果现在死了 南方大夫会吃亏的 一股深深的无力感涌来 想起自己身为医者 之前却说不会致霍乱 是种多么混账的行为 此时 这局校带着续芳大夫赶到 还有一群西洋医学所的学生 事到如今 南方人将所知道的知识 全部勾知 虎狼力又叫祸乱 是由祸乱活菌引起的传染病 会造成短时间内大量脱水 患者全身无力 上吐下陷 双眼凹陷脉搏微弱 必须大量补充水分 按一定比例加入糖和盐 让病人不停服用 虽然不能完全治疗 但可以让患者撑住直到痊愈 听完此话 医学所的学生根本不信 喝水怎么能治好虎狼力 小胖医生开口 根据虎狼力治疗准则 让病人服用奎宁 并且泡热水早发汗 才是正统的治疗方法 而这本书 就是续芳老师所编写 南方人说了句抱歉 但是续芳大夫人就在眼前 总不能明着打脸 然而续芳大夫 没有顾及个人脸面 回答 我知道 按这本书是治不好的 但我还是不能相信你 因为之前求你帮忙的时候 你撒谎了 作为一个医者 你抛弃了病人 续芳带着学生回头 这个医生虽然来历不明 但论点清晰 到底该不该相信他 举校急忙上前挽留 他坚信要打败霍乱 非南方人不可 此时小胖医生突然呕吐 他也染上了霍乱 周围的人吓得急忙散开 连服都不敢服 一个豪爽声音响起 板本龙马背着个病人出现 对这群医生说 你们这么怕传染 想必也认为 南方大夫说的不全是假话吧 他在那个隔离区救人 你们这群学医的大夫 却连碰都不敢碰病人 随即洒脱一笑 背着病患走向南方人 续芳大夫心有所感 不管南方人的说法是真是假 他确实一直都在救治 之前想必有不可言说的苦衷 毅然背起小胖 拜托他出手救治 老师表态相信南方人 那么其他学生自然跟随 续芳大夫将心中疑惑说出 有些病人太过虚弱 喝下去的补烟盐会吐出来 这该如何是好 南方人试探着问道 这里有没有橡胶管 续芳点头回答有 是从长崎港口买来 就放在医学所里 南方人大喜过往 回身取出一支注射器针头 再问 那么能不能打造这种细小针管 续芳大夫仔细一看 说道 找技术好的工匠应该可以 但做不到这么细 这下有救了 南方人将打点击的方法 画在纸上 稍加说明 用针在病人的血管中插入 直接将水分注进体内 这样可以大大增加成活率 简直匪夷所思 闻所未闻 一众医学所的人都听傻了 续芳大夫领头 立马开始着手准备 很快便送来香蕉馆 还有烧酒 盐和糖这些物资 而且凭借自己的人望 拜托工匠连夜赶工作证 有了他们帮忙 人手充足 而不懂医术的版本龙马 则带领南丁去掩埋排泄物 所有的工作 在南方人的组织下 有条不紊的展开 而在第二天 续芳大夫送来了针管 南方人细心讲述 该怎么打点滴 什么是静脉动脉 再次让一众人大开眼界 不过先进的救治 只在大杂院 而霍乱已经传开 每天都有大量的棺材抬出城 续芳大夫立派中医 要向上风推广治疗方法 如果这种方法顺利推行 能挽救无数人的性命 圣海周也出面 请求朝廷拨款给予帮助 又是一日的忙碌 小喜事经过点击的治疗 气色明显好转 局校非常好奇 为什么不直接多打几瓶 这样起效更快 南方笑着回答 这样身体会受不了 不过在紧急处理时 也有这么做的 人体的大腿静脉比较粗 直接从这里注射 说着掀开病人医务准备演示 局校休得立马回头 不过他已经下定决心 要像南方人一样当个医生 定了定神 忍着休意学习了这种方法 天光转亮 虽有乌云遮盖 但始终挡不住蓄日高升 病人陆续好转 小喜事兴奋的呼喊母亲 一听见儿子的声音 虽然连续几日彻夜未眠 筋疲力尽 但在这一刻终于放下心来 而太郎也赶到 带来了朝廷的消息 上面召集全程工匠打造器具 供应石灰和高浓度烧酒 而受奉为奇本的太郎 主持全盘物资调动 然而喜悦之情还没维持多久 多日和病患相处的南方人 最终感染上霍乱 保持最后的冷静 趁着还有力气 南方迅速告诀几人 要以大局为重 太郎维持江湖城抗病运转 龙马维护周边隔离环境 几人知晓事情轻重 没有扭捏婆马 立马开始投入工作 菊肖一人悉心照顾南方 但多日不停的忙碌 身体抵抗力下降 才过半天 南方人便面色发紫 陷入昏迷 打点滴也受效甚微 续方大夫文讯赶来 叹了口气 救世救人难救起 也许这位医生 是上天派来制服祸乱的 现在完成任务 要动身回家了吧 菊肖不信这些 他绝不能让南方人死在这里 回想起前几日的 境外救舍法 在大腿附近找准了位置 顾不得男女之别 将大量的森林野水 注射进去 自己究竟在哪 到底有没有穿越 未婚妻就在对面笑颜如花 才一眨眼 却又消失不见 耳边仿佛有人在呼喊 在叫自己醒来 缓缓睁开眼 眼前的菊家小妹梨花带雨 是那么的真实 黑夜失去 朝阳冲破地平线 迎着凉爽的海风 带来了无限生机 让人弹指色变的忽乱得以控制 江户城的骑士 又热闹起来 虽然这场医病 还是带走许多人的生命 但因为有科学的防治方法 与前几次的祸乱肆虐相比 已经可以称得上胜利 续芳大夫不再追问 南方人的身世 通过这次合作 她明白了 这个后生有超前的医学知识 而且有颗医者人心 便真心请求南方人 能去西洋医学所开讲座 小喜事的母亲 拿着毛的和鸡蛋喜笑颜开 接连救活他们母子二人 在她看来 南方人就是活菩萨 谁知 这一走竟成了永别 在这个时代 低贱的平民毫无地位可 一位路过武士想要尸刀 便将他当街砍死 第一次体会到历史带来的恐惧 阶级森严 人分三六九等 而单凭个体 即便是穿越而来的现代人 也毫无办法去改变这种布公 望着夕阳下的江湖城 南方人心中烦闷 第一次吐落心声 告诉局下 他是来自魏林 那些被自己救活的互乱病人 说不定本就不该得病 本应被马踢死的喜事母亲 只不过是换个死法 变成被武士砍死罢了 既然自己可有可无 那做这些事的意义又在哪 局校安静的听完 走上前劝导 语气轻柔却无比坚定 先生 你改变了我的命运 江湖的忽乱风波过后 众人迎来了新的日子 版本龙马开始意识到 凭借手中的武士刀 是无法拯救这个国家的 毅然败入圣海州门下 寻求救国之道 而太郎因为抗议有功 也成为了圣海州的秘书 小喜事走出丧母之痛 开始在街头打工 而在续芳大夫的盛情邀请下 南方人也开始在医学所 开设讲座 传授先进的现代医学知识 一众学生听得如痴如醉 特别是续芳大夫 这位德高望重的医者 丝毫没有因为自己地位和资历而骄傲 温和谦逊 真正做到了故事下问 并且通过医学所的帮助 大量医学器材被制造出来 局校最新医术和南方人 同在一个屋檐下 共同经历了生死 仰慕 钦佩 夹杂至一丝若有若无的爱意 在这个少女心中慢慢酝酿 在一个寻常夜晚 龙马神神秘密地拉着南方 来到天下文明的吉原街 导游司地介绍着 这就是男人的温柔香 全日本最好的吉的世界 接着露出一个男人都懂的笑容 说道 几年前我救过这里的一个老板 在他那里可以免费唱完 说完不得南方反对 拉着他就进了其中一间 而这里的花魁正在找一名大夫 这也是龙马叫南方来的真正原因 只要帮了花魁的忙 则可以成为他的座上宾 就在两人拉扯之时 门突然打开 南方人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眼前这个名叫野风的花魁 盛装打扮 眉眼之间风情万种 居然和自己未婚妻 长得一模一样 野风被盯得略有不快 见过色的 没见过这么色的 那眼珠子都能飞出来 随即转身离开 作为花魁 他可以自行挑选客人 龙马没有放弃 还是让南方帮忙看了下病人 正是这家店的老板 之前不小心摔到脑袋 后面很快消肿 不过几天前突然昏迷 找遍了医生 都是束手无策 南方人判断 老板可能得了慢性一抹下血肿 需要开颅取出血肿块 但也有可能是脑梗塞或者脑中风 换句话说 即使开了脑袋 也未必能找准病灶 这下妈妈桑拿不准主意了 龙马去拍着胸头担保 就这样 手术如约开始 太郎接到来信 需要准备手术工具 但地点在奇远街 妹妹不方便出入 准备工具的时候 一不小心看到了那张照片 局校很惊讶 怎么有人画得这么逼真 而待看清楚画中之人后 心头更加震惊 太郎送来手术工具 南方人已经开发出 用开放点滴法 给病人用尹尼进行麻醉 接而烈酒消毒 开始了开颅手术 不过没有现代的X光和CT设备 只能够凭借经验 估算血块位置 观看的人自然是吓得心惊肉跳 龙马却早已见怪不怪 不过他很好奇 为什么野峰会对老板这么上心 在他的要求下 野峰也说出了自己的故事 他当时被卖来的时候才十岁 在慢慢明白这里是什么地方后 就感觉无比厌恶 不停的恶作剧 想要被人主动赶走 不过往往只是换来一顿毒打 终于有一天 他削去长发 女扮男装走出了集园街 一开始很新鲜 在江湖城流连忘返 不过人是会饿的 而饿到极致的人 连狗都不如 最后还是灰头土脸的回到集园街 本以为会遭一顿毒打 老板却和颜悦色的给了饭吃 并且告诉自己 这里 集园街 是女人唯一能翻身的地方 只要你能成为花魁 大家都会败倒在你面前 不管是什么大人物 你都可以不给他面子 可以选择有钱又有气概的男人 不过这条路异常难走 大部分的女人 都只能在别人的蔑视中死去 这也是事实 你有姿色 有才气 怎么样 与其逃走 不如事事努力成为花魁 也就在那一晚 叶峰决定要成为 集园街最耀眼的那个女人 学习琴棋书画 茶道花艺 从秃 做到了镇袖心脏 最后 头书一打并酷脊 脚踩三维持下舵 在万众瞩目的花销道中 行着金鱼布 成为了那个 比樱花还要耀眼的花魁 而如今有着超然地位 都是老板悉心栽培 比当初卖掉他的人 更像个父亲 手术最终完成 虽略有波折 总算有惊无险 看着跪地败息的叶峰 南方人再次想起了未婚妻 这世间怎会有如此相似的人 难道叶峰会是他的祖先 回到家翻开那张照片 惊讶的发现 日期没有变化 但未婚妻已经不再穿病服 而是手拿啤酒 面色红润 这明显是寿命增加的好迹象 自己的想法是对的 历史 或者说医学历史 正在往好的方向前进 老板恢复的不错 局小也没有顾及身份 和南方一同来到集园街 在看到花魁野峰之后 也是大吃一惊 居然和画中女人长得一样 但孤不得惊讶 在野峰的请求下 南方人又去看了那名病人 这是上一届花魁 名为西物 只是看了一眼 南方就明白 自己无能为力 西物的体表病症很明显 默契没毒 在这个时代 根本就是不治之症 旭方大夫也说 这个病确实无法治疗 医学点击 《行影夜花》中有过记录 用水银以毒攻毒 但是带给病人的痛苦 比梅毒更大 最后还是不治身亡 南方人也明白 这种土办法是无法治愈的 跟旭方大夫说起了梅毒的情况 这是由一种叫 梅毒螺旋体引起的疾病 这种病菌生命令极其顽强 会侵蚀人的皮肤 内脏 肌肉神经和脑脊髓 从而导致死亡 现在要谈治疗是 赤人说莫 因为梅毒的特效药 青梅素 是由英国的弗莱明发明 于1928年 也就是66年后才被发现 这种历史上 第一种抗生素 具有强力的杀菌能力 挽救了无数人生命 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南方人有了个惊天设想 如果自己能做出青梅素 这样既可以拯救更多人 医学时也能向前迈进一大步 也许这就是自己的宿命 拿着发霉的橘子名思苦想 就在局校意外打翻一瓶油的时候 脑中突然灵光一闪 有了 立马狂奔到医学所 在众人的帮助下 收集到许多发霉的衣物食品 首先 用芋头和米混合煮成培养液 然后在里面放入青梅菌繁殖 等待一周左右时间 就拥有了大量原材料 接着在患者吸物身上 采集一些葡萄球菌 作为实验对象 都准备好后 就可以进行青梅素的抽取工作 将青梅菌溶液 连同菜油混合 充分搅拌 这样桶中的液体会分为三层 脂溶性物质 不溶性物质 还有水溶性物质 因为青梅素是水溶性物质 所以桶中的水取出之后 就带有青梅素 接下来就是提纯 用煮沸过的碳粉混合青梅素溶液 再次搅拌 碳粉就会将青梅素吸收 然后加入蒸馏水 初步过滤杂质 接下来倒入用醋做成的酸性水 青梅素是弱酸物质 不容易酸性水 通过这个步骤 进一步过滤杂质 最后一步 倒入碱性的苏打水 青梅素就会从碳粉中溶解 最后得到高纯度的青梅素 提取出来之后 和葡萄球菌放在一起做实验 等待几天 看是否拥有药效 西梅的情况已经危急 叶峰回想起自己小时候 还是西梅姐身边的侍女突 那份花魁的绝世风采 曾经被人称颂 只要西梅一向 春风都要低头 而如今的她 病入膏肓 憔悴万分 为治病花光了所有积蓄 自己则成为新一代的花魁 无双较艳 风君万种 每当回想起西梅姐的那句话 总是感同身受 哭也是一辈子 笑也是一辈子 既然这样 那就笑着活下去 但现在的西梅 却已经怎么都笑不起来了 几十份试验品等待最后检验 南方人心中毫无把握 理论上可以做出 但有没有药效 根本无法确定 随着一个个试验品的揭开 众人瞪大了眼睛 始终却没有得到想要的效果 5号无效 11号无效 17号无效 就在揭开18号试验品的时候 突然盖子滑落 小胖大夫惊呼一声 拿起此外询问南方人 那个沾有青梅素的纸片 驱散了葡萄球菌 也就在这一刻 青梅素 这个化时代的伟大药物 提前60多年被制作出来 西梅如今意识模糊 一道弥留之际 现在做皮试毫无意义 南方人将大量的青梅素注入 通过连续几天的治疗 并竟有了略为好转 但提炼出来的青梅素还是太少 药效也很不稳定 最终 在第五天的清晨 西梅只剩下最后一口气 众人只能接受这个事实 将它上好妆容 这个曾经明造一时的花魁 无数富豪名流围绕身前 潮至千金 只为博他一笑 到最后 只是带着一身伤病 死在了极云界的简陋小屋中 也许死对于修来说 也是一种解脱吧 南方人感慨道 随后掏出那张照片 跟局校说 制作青梅素的方法 就是这个人告诉我的 他和野风小姐长得很像吧 本来和他就要结婚了 最后身患重病 而因为我的无能 让他变成了植物人 原本我认为 来到这个时代 是上天对我的惩罚 不过现在明白了 这是我的使命 也是一种机会 如果我能调快 医学进步的时针 在未来 医学就会更加先进 也许他的手术 就能够成功 制造出青梅素的事迹 很快传出 如今的南方人 被画在平安符上 在江湖城 尊称为南方大名神 说是家中贴了此符 可以趋吉避凶 百病不缠身 但是光芒越耀眼 就会带出越深的阴影 日本国内 目前有两个医学流派 一个是西洋医学所 一个是汉方医学所 而这个时代 汉方医学被称为本道 对于外来的西医 非常排斥 特别是南方人的存在 让西医在江湖城 大方一才 更加引起了对方的警惕 就在这时 一则消息传来 在一个被杀害的游女方中 发现了阿左医生的手术刀 面对牙差询问 阿左说出了事情缘由 是他将那名游女解剖 但人并非是他所杀 这个时代的医生地位较高 解剖死尸 这并不是什么大错 但按规矩 是要向朝廷报备 续方大夫明白 牙差之所以抓着不放 肯定后面有人搞鬼 要推个人出来担责 阿左情绪激动 说道 只要是热心于医学的大夫 谁没有偷偷解剖过 以前也从未有人受过责难 每年朝廷同意的解剖 就只有区区几次 如果这样 我何时才能追上 南方医生这种精湛的医术 南方人也看明白了 这件事隐约是冲着自己而来 自己的存在 让西洋医学所遭人妒忌 而因为七眉素的发明 照片中的未婚妻 已经变成手拿烧烤的样子 这对于未婚妻来说是好事 但并不能因为 照片上的她有所好转 就去践踏别人的明天 既然事情因自己而起 南方人便决定 撤去医学所讲座 而且说是 自己煽动阿左去解剖 这样可以给上头交代 西洋医学所也不用负责 发明期没素 不求名利 救死扶伤 出了事还一人担责 这种毫无私心 毫无欲望的行为 只有神明才能做到 但南方人绝不是神明 他只是从心底里 对于这个穿越世界 没有丝毫留念 南方人从西洋医学所被逼走 不仅如此 花魁野风还从姐妹那里 收到消息 可能有人对他不利 但自己虽然身为花魁 却无法走出吉原街半步 就犹如一只农中之鸟 只能修书一封送给菊校 让他去保护南方人 野风其实非常羡慕菊校 拥有一个自由之身 可以随时陪伴在所爱的人身边 也正因为菊校的舍命保护 南方人躲过一劫 而这次刺杀 让他体会到了切身的恐惧 一直以为来这里是一场梦 就算死了也无所谓 但有了这次的经历 南方才觉得自己是真正的活人 版本龙马怒发冲冠 找到汉方医学所 质问是不是他们派的刺客 但是得到否定答复 南方的医术流传出来的话 对于他们汉医来说确实可怕 但绝不会为了自保去加害他人 而西洋医学所内 制造青霉素的设备全被毁坏 看着满地狼藉 须放大夫知道 这是西洋医学所内部搞的鬼 自古以来 每条路都充满了派别之间 门户之争 而此时的续方大夫 开始出现科学症状 自己时间已经不多了 青霉素这种传奇药物 必须要保住 这是可以拯救万民的药 便开始给他的一个朋友写信 寻求帮助 就这么过了几个月 突然有一天 小喜事惊慌的告诉南方人 他打工的地方 卖油炸小吃的倩姐姐被烫伤 虽然没有性命之忧 但是会留下大片疤痕 相当于毁容 而小仙还未嫁人 虽然嘴上说着不要难为医生 打心底里还是抱有一丝希望 期盼容貌能够复原 找到续方大夫 说要动一个移植皮肤的手术 患者的损伤部位 深入正皮层 皮肤不能再生 只能用身体其他部位填补 但是为了防止感染 连续两周 要使用大量的青霉素 这时的南方人还不知道 西洋医学所里有内部分症 续方大夫也没告诉他 只是回答 想要多少尽管开口 不过他希望 能带一个朋友 观看这个神奇手术 医学所的设备已经恢复 青霉素也在不停研制 取来药物之后 手术正式开始 续方大夫也感到 还带来了那个朋友 就在两人的观摩下 南方人再次展现了 那神奇医术 清创 移植 缝合 看得续方大夫感慨不已 突然楼下响起高声喊叫 一位医学所大夫告知续方 青霉素制造所是火 所有的设备都被烧毁 续方大夫急忙起身往回赶 而听闻此消息的南方人 也是大惊失色 连缝线前都有脸抓不稳 局校轻轻的给他擦了擦汗 温柔的安慰 是啊 不管怎么样 都要先完成眼前的手术 必须高度专注 不能分心 深吸一口气 南方人继续开始最后的缝合 连带整间房都被烧得金光 火势起得这么快 明显是有人故意纵火 续方大夫心乱如麻 一言不发 痴痴的看着一地残骸 回想起当初青霉素的问世 多少人可以因为这种药得救 如今却毁在了派别斗争中 他明白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跪地请求那位朋友 一定要帮这个忙 将青霉素保住 手术结束的南方人得到保证 医学所会全力以赴的赶工 但他知道 所有工序重新来一次 最快也要两周时间 几天之后 因为没有青霉素 小千的伤口开始恶化 已经有感染的迹象 就在束手无策的档口 一封小胖大夫的信送了过来 还附带一瓶青霉素 信中说到 虽然量不多 但每天都会送来 请放心 南方人也不清楚 才过七天而已 他们怎么会做出青霉素 不过因为有了持续公药 小千的伤势最终痊愈 只要过一阵 疤痕就会慢慢淡化 而之所以青霉素能快速支出 谜底已经揭开 在一间酱油仓库里 工匠正热火朝天的制作 他们都是属手 对于培育和过滤很在行 而当初旁观手术的人 正是一间大型酱油做坊的老板 冰口先生 这位乐善好事的商人 和旭方大夫相交已久 曾经还出资援助过医学所 对南方人说 几个月来旭方不停求自己帮忙 绘制设备图案 说明了制造工序 折服于他的这份执着 所以我决定帮他 你应该快去看看 他得了严重的飞结盒 原来是这样 是旭方大夫用命换来的青霉素 这位老人才是真正的医者人心 一路狂奔 脑海里尽视旭方大夫的身影 请求自己治疗霍乱 为了开辟医学道路呐喊 旭方大夫深深震动的南方人 他决定要建一间医馆 一个谁都去得起的医馆 病人可以接受西医中医 结合起来的治疗 继承旭方大夫的遗志 将那颗医者人心传承下去 时间的脚步正在缓缓向前 版本龙马从藩主那里 凭借惊人的口才 将青霉素当作秘密武器 筹挫到5000两的资金 来组建海军血糖 回到家 南方惊讶的发现 原本亲戚的未婚妻照片 突然变得模糊起来 隐隐约约就好似要消失一般 与此同时 花魁野峰收到一则消息 一位退休的大官 想要为他赎生 纳他为妻 这原本是一个游女最好的归宿 但野峰心情很复杂 那位不顾身份地位 屡次救助他们这些游女的医生 已经走进自己心中 许多简易的现代医学设备 通过南方人的指点 已经被制作出来 因为日本处于地震多发带 大多数人都是木制房屋 不仅安全性较高 而且重建容易 但正因如此 木制房屋也是增加了火灾隐患 陈老大手下随从三千 凭借极强的灭火筒率 影响力之大 连江湖总督都要礼让三分 刚一回到家 就接到花魁野峰的来信 说今夜在吉原街有事相伤 随后请南方人入了内室 野峰退去华丽和服 执着一件单衣 今夜的野峰 不再是吉原街的游女花魁 就是在被熟生之前 和心爱的人共度一夜 但就在两人即将融合之时 另一个身影却出现在脑海中 突然 锦中声响彻夜空 江湖城远处浓烟滚滚 见有夜火滔天之事 连忙告罪一声就要离开 听到此话 野峰犹如被万箭穿心 难道他是嫌弃自己身体肮脏 所以才找借口离开 南方急忙解释 并非如此 而是要遵守一个约定 去火灾现场救人 火势随风涨 已称燎原之事 哀嚎神 哭喊神 此起彼伏 时间刻不容缓 南方人和一众大夫来到急救所 将需要紧急救治的病人挂红布 短时间内可以等待的挂黄布 伤势较轻的 并无大碍的挂绿布 很快 一名消防员被抬了进来 鼻腔和口腔内布满黑灰 呼吸困难 陈老大知晓手足受伤 立马赶来 准备叫手下将伤员搬到庙里去 南方人大喊 不准碰我的病人 如果割开喉咙 接一个管子 可以帮助他呼吸 陈老大沉声回答 死在火场上 是我们消防员的夙愿 但如果死于割喉 他死都不会瞑目 陈老大撂下狠话 他是我的手足 如果你救不火 我就卸你一只手 立马将伤者消毒 而且根本没有时间麻醉 只能叫众人将伤者安稳 用刀慢慢划开他的气管 火势疯胀 已经开始逼近急救所 陈老大吩咐手下 死都不能让火烧到那里 这是江湖消防员最后的尊严 其他伤者已经转移 而面对太郎的疏散通知 南方人脸色没有丝毫改变 一众医生依旧坚守治疗所 插管 送气 排除烟灰杂志 将痰引出体外 而在拔出管子的同时 那名消防员也恢复了自主呼吸 经过一夜的不救 大火已经熄灭 走出屋外的南方人大吃一惊 周围房屋全都化为黑灰 只有这间治疗所屹立不倒 而一众消防员都已经筋疲力尽 看着已经稳定的手足 陈老大效忠带累赞道 听说你没有因为大火逃跑 好小子 是个名副其实的医生 看着窗外的阳光 野风明白 南方医生毕竟在昨晚 又拯救了许多生命 而他就要被赎走 赎生对于他来说 只不过是变成另一只农中鸟罢了 可是连最后的一个小心愿 也因为天意而无法完成 龙马看出了他心中所想 一把将他抱住 安慰道 想哭的话那便哭吧 花魁野风赎生一事已经定下 而赎生之前 需要医生前来检查身体 南方人心想 野风明显是和未婚妻有关系 但野风的熟身是好事 说不定未婚妻就是他的后代 但为何那张照片里 那个身影却越来越淡 几乎就要消失不见 到底是出了什么意外 南方人百思不得其解 身体检查如约到来 蜀买人也派了个翻衣做代表 南方人细心的检查着 其他部位没有问题 但是在检查胸口的时候 南方人心里咯噔一下 摸到了一个硬块 再经过反复确认 终于知道了 为什么那张照片会变淡的原因 野风很可能患有乳腺肿瘤 小病小痛没有影响 但如果是这种大病 熟身仪式很可能告吹 不过当时南方人并未挑明 而那边派来的翻衣 也没有检查出异常 赶紧回家查看照片 果然 因为自己没有干扰熟身仪式 未婚妻的影像变深了 南方人心想 也许这才是最好的结果 居家小妹已经到了出嫁的年龄 居校出身不错 人美心善 性格温柔 媒婆很快就找上门来 南方的家事非常好 也很喜欢居校 可以说是门当户对 居母也劝道 医术虽然有趣 但结婚生子 才是女人真正的幸福 居校非常苦恼 心里记挂的是南方人 可那个男人虽然朝夕相处 却又好似远在海角天涯 许多次见到他 都是拿着那张照片在吃香 龙马作为旁观者 看得一清二楚 跟南方人摆明了说 你的医术妙手无双 但对于感情却异常迟钝 连傻子都知道 居家小妹是喜欢上你了 经他这么一说 南方人细细回想 确实 居校总是在身边 默默的支持自己 纯真倔强 在低落时亲身鼓励 在遇险时舍命相救 但到底该如何面对这份情义 南方人也没有头绪 居校找到尹峰 他是第一次遇到感情上的烦恼 出言询问 是否时间会让自己淡忘一个人 那个明明已经有心上人的人 尹峰明白他说的是谁 笑着说道 我真的很羡慕你 可以有选择的权利 作为游女 哪怕是花魁 也无法拒绝熟生这件事 本来想着左胸有个硬块 而我母亲也曾经得过 如果这是个大病的话 就不会被输了 这样起码还能与他见面 但现在检查没有问题 出了集院街 自己也只能在身宅大院 终老一生 居校一听 叶峰母亲也得过这种病 意识到事情可能不简单 而一回到家 南方人正在打包行李 准备将仁友堂搬离居家 居校请他再帮叶峰检查一次 很有可能是遗传下来的恶性肿瘤 南方人推托道 治疗乳癌并不是自己强项 而且一些仪器 这个时代没有 居校非常生气 之前每个手术 都是这样过来的不是吗 叶峰姐是你的救命恩人 你为了未婚妻 就要眼睁睁看着他死吗 南方人低头没有回答 只是默默继续收拾行李 居校伤透了心 人命关天 到现在南方人 还是想着他的未婚妻 一期之下 叫母亲着手准备亲事 自己要嫁出去 南方人纠结万分 救叶峰 那么他因病不能熟生 未婚妻就不能出生 不救叶峰 也许几年后 他就会死于癌症 两难抉择下 他选择了后者 而为了不耽误居校 也只能办理居家 痴痴的看着南方人离开 哪怕他只要回头一次 也能证明自己不是一项情愿 居母心中叹气 哥哥太郎也明白 妹妹迷恋的不是医术 而是南方大夫 居校泪流满面 满心酸涩 那又能如何 先生已经有了心伤人 为了他 甚至愿意见死不救 变成一个魔鬼 自己永远也进不到他心里去 时光慢慢流逝 这三个原本缠在一起的人 各自登上命运之舟 向不同的方向驶去 居校订婚的日子即将来临 叶峰也就要离开吉原街 走入深宅大院 一天 阿左医生找到南方人 对于乳癌的治疗 在这时代 华刚流处于领先地位 而阿左却释出此派 经过徐方大夫的影响 得知可能有病人患了乳癌 便强烈要求再检查一次 南方人一想也好 最后确定一次 到底肿瘤是良性还是恶性 经过再一次的检查 和仔细询问病情 最坏的结果还是发生了 阿左医生十分读定 这是恶性肿瘤 南方人始终不愿面对 只说自己无法判断 来到徐方大夫的目前祭拜 此时的他心乱如麻 而且惭愧万分 救一个就要伤害另一个 出于一己之私 践踏了阿左医生的医术 辜负了叶峰的情谊 还伤了居校的心 走在江湖的集市里 脑中回想起当初未婚妻 明知成功率不高 也毅然决然的要求动手术 如果能成功 成千上万人 就有了得救的希望 而那张笑脸 就和叶峰如出一辙 南方人想通了 不再犹豫 一到如此 只为救死负伤 又何必沾全顾后 为了百年之后的事而担忧 跟叶峰说明了情况 即便是可以切除 依旧有转移的风险 但只要南方人点头 他也欣然接受手术 深周白色和服 在众人的送别中 叶峰要像血一样 离开从小呆到大的集园街 也象征着和这个地方 永远告别 为他熟身的官员 得知叶峰患病 钱已经花了 但这个残次品 他是不会要的 痛斥了之前检查的范医 而因为此事 让范医对南方人怀恨在心 阿左医生来到局家 准备带走一些药物和手术工具 局校知道南方人 准备救治后非常吃惊 那个熟悉的南方医生 终究还是回来了 南方人正在掩埋那张照片 而照片时常变幻 影像忽明忽暗 为了让野风的手术顺利进行 不动摇自己的决心 只有将照片埋入土中 不再去想未来的事 手术终于来临 而当初 正是自己的失误 让未婚妻成为了植物人 才有了之后的这一切 麻醉完成 南方人摒弃杂乱思绪 深吸一口气 神只会给人能通过的考验 局校盛装打扮 今天是他订婚的日子 但满脑子里想的 都是南方医生 一群浪人武士面色不善 受到翻医的指使 要来手术室捣乱 一众医生急忙阻拦 而手术医到关键时刻 只剩最后清除淋巴结 武士奋力砸门 木屋承受不了击打 不停从屋顶掉下灰尘 这种情况下 根本不能继续手术 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局校及时赶到 用身躯躺住房门 拔出腰间匕首 抵住自己的喉咙 大声吊道 我乃将军清风其本 局家之女 如果你们要硬闯 就等于逼我自尽 众武士被突然震住 一时间也不敢过分想逼 南方人默默道谢 抓紧时间完成最后手术 又是局校帮了自己 看着他舍命相处 满头大汗 南方人心中说不出的感激 抹出之前掩埋的木盒 里面照片已经不见 这说明在未来 自己和未婚妻根本就不会相见 不过这一次 南方人却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这样一来 就再也不用担心未来的种种 只需要专注眼前的一切就好 不管是十年后 还是百年后如何 日子不还是得一天天这么过吗 局校静静的陪坐了一夜 两人很少说话 就这么痴痴看着夜幕中的江湖城 一身素意的野风恢复了健康 也到了告别之时 大病出狱的他 没有华丽装饰 脸色稍显憔悴 但笑容却是发自真心 局校才是南方医生的良配 而一个游女的爱 只能卑微到尘土里 一如这漫天的飘雪 即便落在先生肩上 可能也只会被轻轻扶去吧 1864年下 南方人已经穿越到江湖两年之旧 回想起当初的一切 简直如梦似幻 而到江湖的第一天 就救了一个年轻人 并以此为契机 通过医术 邂逅了各种各样的人 既有历史上的英雄人物 也有或许是挚爱之人的祖先 受到身边人的帮助与支持 以一个医生的身份 创立了仁友堂 在这个时代生活下来 局校异常苦恼 因为从订婚仪式上逃离 局家受到牵连 南方气愤南平告了一撞 哥哥太郎被禁足 不准上朝觐见见 而作为武士门帝出身的局校 被赶出局家之后 和南方人住在一起 无名无分 时间已久 总会有些风言风语传出来 颇为头疼的南方人 在回仁友堂的路上 却不知不觉的走到了局家门口 见到太郎也只能尴尬一笑 不过从他口中得知 局母得了狡气病 而且拒绝了局校的见面请求 连门都不让他进 南方人一听 这不是开玩笑的事 在这个时代 狡气病又叫江户病 并不是不讲卫生的那种狡气 而是因为缺少维生素B1引起的疾病 江户人主食为大米 副食则吃得非常简单 说白了就是营养不均衡 但就是这种普通的病 在历史记载中 一直到20世纪初期 还会造成大量死亡 最关键的原因就是找不到病因 早期症状表现为手脚麻木 末少神经麻痹 严重点就会出现胸闷气喘 心跳加速 最后则会引发心脏病 死于心理衰竭 而一见到菊姆 南方人就吃了一斤 形容酷稿 身姿消瘦 已然憔悴万分 略加诊断过后便知 已经是手脚麻木 心跳加速的危险阶段 南方人让菊姆 暂时别吃大米 该吃糙米 并且多吃芋头和豆类食品 通过这种食疗方法 慢慢即可恢复健康 但菊姆不只是身体得病 更重的却是心病 有其无力的回答道 即便治好了那又如何 菊佳成了这样 太郎能挽回武士门帝的荣耀吗 菊姆还能嫁个好人家吗 一番话把南方人说得哑口无言 回到家跟菊姆说了病情 他也明白 这是母亲对自己的惩罚 劝是劝不动的 危惊之际 只有想办法 让母亲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吃下对于脚气病 有好处的食物 而就在民思苦想的时候 书房突然传出声响 两人以为人友堂遭了贼 菊姆拿着剃刀 南方人拿着红薯 破门而入 准备将这个贼人抓个正着 定睛一看 原来是小胖大夫 偷偷在吃买来的花灵糖 菊姆看着散落一地的糖 回想起 母亲也非常喜欢这种零食 还经常偷偷吃毒食 这下点醒了南方人 那就将药做成甜食 其余大夫都非常好奇 这个治疗脚气病的特效药 叫什么名字 南方人大笔一挥 写下三个字 道明经 按照日语发明就是Donuts 音译过来便是甜甜圈 将有益于脚气病的食物混合 添加类似花灵糖的配方 再加上兴起的造型 能让菊姆忍不住想尝尝 然后借小喜事之口 联合哥哥太郎 说是新出的点心 让精通烹饪的菊姆把把关 香气扑鼻的甜甜圈 很能引发食欲 不过菊姆只吃一口便明白了 女儿的手艺她太熟悉了 结合之前南方医生说的食疗法 这个甜甜圈肯定是他们想出来的 叹了一口气 将甜点放回 转身继续躺下 小喜事不愿放弃 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心有所感 当初便是被势刀砍死 她再也不想见到有人离开 既然今天不吃 那就明天 明天不吃变后天 就这样一直送下去 回到家 版本龙马找了过来 邀请南方人去京都救一个人 左九间向山 南方人对于历史不是太熟悉 只是隐约听过这人的名字 龙马介绍道 向山先生算是他和圣海州的老师 是蓝学方面的权威 并且精通西洋炮术 乃当今第一大学者 他在前几日遭人袭击受了重伤 南方人推透道 菊姆如今得了狡气病 自己离不开江户 菊校却说自己会照顾好母亲 让南方人放心且去京都救治 木墨实在的京都非常乱 支持木府的新选组 和壤仪派打得不可开交 而实力最强的两个大藩 长洲藩和萨摩藩也视同水果 望着茫茫大海 龙马唏嘘感叹 在海的对面 可怕的敌人就要打过来了 而这个国家还在自想残杀 南方人明白 历史上龙马会为了振兴国家而奔走 但是却没等到明治维新 就被人刺杀 英年造势 经过长途跋涉 一行人终于到达京都 南方人也见到了香山先生 此时已经奄奄一息 随即立马开始诊断 正在把脉的时候 突然见到他胸前挂着的丝带 南方人踏迟一惊 一边救治的时候一边想 如果没看错的话 这丝带的材料来自未来 是医用网状弹力绷带 难道这香山先生 也是从未来穿越过来的人吗 经过悉心招料 以及青霉素的药效发挥 香山从昏迷中转心 片头看到打点滴的装置 便明白了 随后叫其他人出去 单独和南方人说起了自己的事 他在十岁时 从树上摔倒 醒来便见到一些 穿着奇怪衣服的人 也第一次见到了点滴这种装置 刚开始还搞不清状况 映入眼帘的是从未见过的景象 然而 那一座座熟悉的故乡群山 却一点没变 颜面不绝 在那时 香山就意识到是穿越了 而好奇心强的他 疯狂的学习所有东西 不过没多久 就从楼梯上摔倒 再次回到当初那个树下 可衣服和头上的纱布 却说明这不是个梦 为了能更接近见到的那个世界 香山不停努力 揪其一身不停去学习 思考 扩充所有知识 不过理念超前 锋芒太甚 加上自身性格刚烈 树敌太多 最终造人既很暗算 香山先生缓了口气继续说 你能造出这些东西 想必拥有渊谱的知识和技术 也许这是上天的旨意 派你来拯救这个国家 南方人摇了摇头 他根本没有这个想法 相反 他还为了过多干预历史而自责 自己只是个医生 能做到的只有尽可能的去救人 此时 京都中 长州藩和萨摩藩交战正汉 连带半个京都都大获连绵 香山自治伤势过重 命令手下将南方人护送出去 临终交代他 不要过于担心 历史自有一种修正力 既然你无心救国 那便尽力的去救人 长州藩包围皇宫 想要携天子引领祝侯 被萨摩藩击退 这一边放火烧掉长州据点 那一边也放火掩护自己撤退 这次世界就是史称的禁门之变 这是历史大势潮流 南方人无法阻拦 但每个时代 每次战争 平民都是最无辜的牺牲品 急忙召集人手 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去救治 看着身边的尸山血海 龙马满眼的悲痛和无奈 外有强敌环绕 内部势力却在不断自想残杀 他下定决心 要整合国内势力 催动各个强反联合 肃清国内对抗外敌 这才是他的终极使命 经过一夜的救治 带来的轻微素已经不够 也只能救起寥寥数人 这时一群新选组的人 表明来意后 不等南方人反对 便强行将他带走 而目的则是为了要他救治 眼前这个人 一口浓重的萨摩方言 满脸落塞胡 报上姓名之后 南方人惊讶得无以复加 即便对于历史再不熟悉 他的名字也如雷贯耳 唯心三结之一 引领萨摩雄犯的西乡龙圣 用手出诊腹部之后 结合并争 严正刺激腹膜 既然引发腹膜炎 需要切开腹部做手术 众人一天要切腹 跳起来抽刀 就要将这胡言乱语的医生 就地蒸发 西乡龙圣忍痛 喝止手下休得无理 难得大夫肯为自己诊治 但做这个手术 还是太过精湿害俗 随即命人送南方人出去 一步步走向屋外 身后传来西乡龙圣痛苦的哀号 南方人一咬牙 回头对他说 请让我开刀吧 我之前医治的是 被你们烧伤的人 随便发动战士 将城镇复制一句 若有闲暇救你们 我更愿意去救那些孩子 但是 现在在这里 西乡大人 如果我对你见死不救的话 就变得和你们一样 是一个区别对待生命的人了 随即跪地 再次请求他治疗 西乡龙圣出生于夏季武士 这番发言让他深有感触 看着南方人那诚恳态度 出言说道 听好 就算这位大夫没有治好我 你们也不得为难于他 南维员的手术 没有多大难度 在小胖大夫的帮助下 很快便切除了蓝尾 但因为这场急救 用掉了最后一瓶青霉素 回到临时救治所 得不到有效治疗的人 纷纷死去 受伤的人数实在太多 根本无能为力 接下来的几天 南方人只能眼睁睁看着 一个个病人咽下最后一口气 在亲人的痛苦声中被掩埋 明知违心前 最混乱的时代已经到来 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 还会有更多的战争发生 更多的人死去 南方人再次感受到 那种深深的个体渺小 和无力感 带着一身疲惫 几人起程要回江户 这趟京都之行 大家都深受震撼 而离龙马被刺杀的日子 也越来越近 南方人起身 准备将他壮志未愁 身陷死的事告知 还没等开口 脑中就袭来一阵巨痛 南方人更加觉得 这一定是上天 不让他干涉历史 那么岂不是以后 只能继续眼睁睁看着 身边重要的人离开吗 从昏迷中转行 一下船就狂奔到局家 他已经不想再次失去身边人 在看到局母恢复健康之后 一把握住他的手 兴奋的说不出话来 儿女的坚持和小喜事不懈劝解 终于让局母解除心病 不仅配合治疗 而且也体会到女儿的沉重抉择 不过世人异样目光 也坚持要成为女医生的这条路 上天允许的事 和上天不允许的事 这之间的界限在哪 南方人不清楚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那就是不管自己做与不做 历史都不会发生任何改变 既然如此 那就尽自己一切可能 放心大胆的去救人 治疗狡气病的甜甜圈 已经在江湖城传开 因为能治疗狡气病 味道还好吃 任友堂甜甜圈在江湖大受欢迎 续芳大夫去世后 由松本大夫接替他的位置 出任西洋医学所投取监狱医 松本告诉南方人 有位大人物好像也得了狡气病 碰巧也非常喜欢甜食 想让任友堂上供甜甜圈 悄悄地说了那人身份 着实让南方人吓得不轻 一顾天皇之女 幕府第十四代将军 得穿加冒的真妻 和公公主 这是一个好机会 如果上供能成功 那么任友堂将光照门楣 并且还可以举荐南方人为寓医 一众小伙伴听闻此事 个个都兴奋不已 这确实是天赐良机 况且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任友堂没有资金了 本来设立这间医馆的初衷 就是为了让平民百姓能看得起病 所以收费十分便宜 几乎入不敷出 而且一众大夫都没有工资 如果甜甜圈能成为贡品 会让任友堂宽裕许多 正在神游的南方人 突然见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居然是许久不见的野峰小姐 自从离开机院街 做完手术之后 凭借当初的花魁记忆 对于诗书文章熟忍于心 本想租一间民房 招些小孩子教读书认字 但在这世道 独生女性实在太难 野峰又想和过去做个了断 不想求助于以前的恩客 所以流离失所 寒蝉即将耗尽 南方人得知情况 邀请他去任友堂帮忙 虽然没有酬劳 好歹能有个三餐一宿 局校已见野峰 以为他救病复发 急忙关心询问 还是那个纯真善良的局家小妹 野峰会心一笑 艺术上的事帮不了太多 处理勤杂家务确实可以 前集园街花魁擦地洗衣 也给一众光棍医生 看得浑身燥热 任友堂的资金情况 比想象中更差 南方人无意间翻看账本 发现是局校 一直在典当自己的和服和手势 来苦苦维持医馆运转 但让南方人真正下定决心上供的 却是野峰的绅士 某种程度上来说 他和自己一样 没有家乡也没有亲人 而看到那张脸 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未婚妻 但是因为那场手术 改变了野峰的命运 未婚妻在未来也许不会出生 那么照顾好野峰 便是自己对于未婚妻的赎罪 决定了上供田间圈 众人都兴奋不已 只有两个人心情复杂 一个是局校 自己做了这么多 但先生始终放不下未来的一切 两人之间总好似有层屏隐障一般 第二个人就是阿佛医生 身为中医的他 因为受到南方人的理念感召 一直在仁友堂帮忙 不过汉方医学馆的馆长 得知上供消息 让他暗中破坏 势必不能让七一 骑在中医头上 一个是先进医学的代表 一个是对自己有治愈之恩的馆长 阿佛医生夹在两派中间 离外不是人 完全乱了方寸 觐见公主事关重大 局校还费尽心思给南方人 置办了一身上档次的和服 看着神采奕奕的先生 暂时忘却了白天的事 就跟个小媳妇一样开心 终于要见到和公公主 还没来得及 叫南方人觐见礼节 公主就已经现身 徐步走来 几人立马跪在一旁迎接 得知那种神奇甜甜圈就在眼前 公主直接拿起一块吃了起来 旁边的嬷嬷急忙出言阻止 说此物尚未适逐 现在就吃不太妥当 公主没有理会 好奇的问起这个甜甜圈的事 叫几人平身 南方人一脸傻笑的坐起身子 宋本大夫急忙提醒 按礼节第一次叫平身 是不能起来的 公主的随从脸色不善 但公主本人却和善亲切 没有怪罪 反而夸奖她手艺不错 三位线声音响起 异机的演出即将开始 公主惦记甜甜圈味道 又忍不住抓起一个吃了起来 还顺势将身边的茶喝了一口 居下和南方人都开心起来 公主似乎很喜欢她们的贡品 然而高兴不过片刻 便陡然发生惊变 茶杯滑落 公主痛苦倒地 一众随从吓得肝胆剧烈 慌忙围坐一团 宋本大夫立马诊断 结合症状 八成是披霜中毒 要为公主喝油 以及明反粉尽量解毒 南方人紧急提议 直接给公主席味 这样最快最有效 但如果不是寓意身份 是无法触碰公主的 事态紧急 宋本大夫做宝 由她来医治 南方人在一旁教授方法 先用柔软胶管 估算出大支位置 然后前端涂油插入 忍住剧烈的呕吐感之后 用简易吸液管 抽出胃里食物 之后再灌入温水 进一步清洗 最后缓慢倒入 加有碳粉和泄药的混合温水 由碳粉吸附剩余毒素 再等泄药起效排出体外 一番大汗淋漓的救治过后 公主总算呼吸平稳脱离了危险 然而这时 也到了算账的时候 因为吃过甜甜圈才出现中毒症状 南方人和局校都被收监关押 本来按规矩 这个时代的医生地位很高 在没有定罪之前 是不会关入大牢房 而是和其本出生的局校一样 关押在单独的洋屋中 但不知为何 南方人直接就被带了进来 第一次进入大牢 阴暗起潮湿 环境十分差 而且等级异常森严 原本每人一张草垫 但是由牢主大脸猫分配 自己霸占最多的垫子 拉拢人手控制牢房 其余一些没有地位的囚犯 小偷小摸的 抢劫斗殴的 解说电影的 都只能几人共用一张草垫 在这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新进来的囚犯 只要交了买命钱给老主和狱卒 便可保一时平安 不过任友堂已经捉尽见肘 根本无理交付 南方人入狱的消息迅速传开 各方面都开始计划研究行动 任友堂一众一众一伤都是穷光蛋 只能干瞪眼束手无策 野风无奈其身 默默离开了任友堂 即便自己再不愿意 但先生的救命之恩一定要还 来到一处烟花巷前 只能再次卖身凑齐买命钱 不过即将踏入之时 一个人却拦住了他 太郎找到圣海州 想让他动用关系周旋 但和公公主身份不一般 和将军的婚事乃是公武合体 如果被人下毒的消息传出去 将会动摇幕府统治 所以上面希望暗中处理 将责任嫁祸给南方人和局校掩埋真相 不过他让太郎立马赶去京都 也许有一个人可以帮上忙 几天之后 倒放饭的点了 一两黄金藏在饭碗底下 狱卒特意说明 这是南方人那边送来的买命钱 虽然还不清楚是谁送的 但在牢内也算是暂时安全 并且机缘巧合之下 用人工呼吸和心肺复苏手法 还救了老主大两猫一命 太郎火速赶到京都 找到版本龙马求援 不用问他都知道 南方人不可能做投毒这种事 便想办法要请见德川沁喜 告诉他南方人曾经救过西向龙圣 与萨摩藩有恩 现在的幕府将军是德川家冒 和德川沁喜的关系比较复杂 用我们的话简而言之 沁喜公算是个王爷 曾经和德川家冒争夺将军位置失败 不过德川家冒死后 沁喜公机位成为了德川幕府第十五代 也是最后一代的将军 这倒是后话了暂且不提 而最快能见到沁喜公的方法 就是通过新门城武郎牵线 陈老大的女儿是沁喜公测事 是他老丈人之一 得知这消息 兄弟有难 陈老大义不容辞 南方人可是江湖之宝 不能让他出现闪失 主导投毒案调查的是汉方医学馆 看验结果很快出来了 在进贡的田田圈里 发现一个含有少量的披霜 这事根本进不起推敲 如果要下毒 怎么只会放其中一个 宋本大夫作为御医 多少能收到点丰盛 知道幕府是不想让此事公主于众 不过案发当时 他离公主很近 知道公主当时还喝过茶 必定是茶里含有披霜 只要找到茶碗就能翻供 挽回一线生计 而这边 官员私下在言行拷打南方人 想让他化压认罪 此时百名被冤枉 南方人只能咬紧牙关 死不认罪 阿佛医生跪地请求官主 让他想办法还南方人清白 官主再次表态 虽然西医可怕 但自己只是让阿佛破坏上宫 并非投毒栽赃 调查结果就是如此 没有做过手脚 大两猫看着南方人饱受折磨 出言相劝道 先生你还是认了吧 至少能有个痛快 明天可就是暴使之心了 那滋味可不是一般人受得了的 南方人几乎没有气力再说话 脑子里一片混沌 而局校已经几天几夜没有合眼 只是痴痴地祈祷 希望先生能够平安昭雪 第二天 南方人被逼跪在尖锐石板 而大腿上被压了百斤巨石 事故追心之疼 不断冲击全身 让他说话都止不住颤抖 审讯官员发话 如果再不招供 局校可就要遭受严刑拷打 这一下戳中了南方人的真正痛处 刑事所逼 万般无奈之下 正准备开口认罪 不过官员却突然得到消息 奉行所要提审南方人 说是已经最终定案 在押送途中 龙马和太郎及时赶回江户 拦住押送队伍 拿出向有德川家族葵花家会的信和 高声说道 此乃沁喜公亲笔书信 信中皆是为此人请命之言 请代为帝臣之行物 一众牙缠没有理会 哪里来的暴徒挡路 此信定是伪造 回想起南方人一路的事迹 就江湖于水火之中 如今却遭恩将仇报 龙马内心只对着腐朽的幕府 失望透顶 然而来到刑部 一道命令去让南方人目瞪口呆 本觉死气一道 但最终却宣布自己无罪释放 还搞不清楚状况的他 拖着一身伤走出大门 而局校和一众大夫都在等他 劫后余生 众人紧紧相拥 感慨万分 回到仁友堂 才知晓最暗昭雪的始末缘由 公主曾服用的茶碗已经找到 里面有大量披霜残留 所以甜甜圈里的毒 也是从茶中而来 偷毒之人是一位后宫的侍女 但她在接受审讯前 服毒自尽了 幕后黑手依然不明 松本大夫还说 提出搜寻茶碗的 竟然是汉方医学馆管主 而公主也对南方人印象颇好 同意了彻底搜茶 这可是一份大人情 南方人拖着伤腿赶紧前来 表达了感激之情 并且送上青霉素的制作方法 这下轮到管主吃惊了 这种绝世的灵药 本意深藏不露 但南方人能够摒进门户之间 开诚不公 管主也终于解开心结 开始正视这个神奇的后备医生 阿弗医生也被带回仁友堂 毕竟主要收入还是得靠他来维持 看着南方人离去 管主感叹 真是后生可危 只要是个大夫 恐怕都会嫉妒这个男人吧 话语中 隐约猜到了是谁下毒毒 而正如他所想 下毒之人 就是上次给野峰熟生检查的翻衣 因为当初遭受责骂心生记恨 所以想借刀杀人 如今最后一个谜题也已经解开 当初那份牢狱买命钱 则是野峰所给 当时他正准备卖身凑钱 不过被一人拦下 后来发现是一名法国商人的主意 他非常仰慕甚为花魁的野峰 还曾经匿名赠送许多礼物 虽然语言不通 但那份真情心意却让野峰感动 能找到一个疼爱自己的人 这也许是最好的归宿了 龙马大失所望 好白菜都被猪拱了 嚎叫着出了门 一身夕阳装熟的野峰 笑着对南方人说 从今以后自己会得到幸福 也请先生多考虑下自身 说完看了一眼居家小妹 一切尽在不言中 到了送别之时 龙马偷出把羊枪喊道 羊鬼子 你要敢对风风不好 我一枪 哎呀呀呀龙哥 Easy easy 一阵打闹过后 野峰骑着马渐行渐远 南方人和居下来的郊外 第一次对他开口表白 结结巴巴的说 现在的我并不想回去了 比起见不到未来 见不到你 却让我觉得更痛苦 居下 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 好一阵沉默之后 居下回头拒绝了南方人 这几天他想了很多 扪心自问 他没有勇气 和一个随时都会离开的人在一起 先生虽然人在眼前 但他有个强烈的预感 也许不知哪一天 南方人就会突然消失 回到那个 没有自己存在的未来世界 居下非常痛心 喜欢上一个不会有结果的人 这种感觉是如此酸楚 这个心细如发的居下小妹 在见到南方人的第一眼 也注定要在这份没有结果的感情里 受尽情伤 抱憾终身 时间来到1865年冬 南方人接到龙马的来信 信中诉说着他的近况 龙马和萨摩藩的西向龙胜很投缘 并且在长州藩 遇到了志同道合的中港生太郎 两人想要让萨摩藩和长州藩 这两个木末时期最强的两番结盟 以此准备无力推翻腐朽的幕府统治 自从公主投毒事件完结后 仁友堂收到了将军的谢礼 也正以如此 太郎的禁足令也被解除 居家恢复了从前荣光 一想到居校 南方人停下了书写 回想起那时他拒绝自己 之后虽然变得更爱笑了 但有时他的笑容里 有一种说不出的距离感 就这样 南方人迎来了在江户的第四年 也就是1866年 汉方医学管管主找到南方人 请他去看一名病人 于是南方人和居校动身 前往川越番准备救治 不过在旅店落脚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怪事 在准备接过一个小女孩 阿初递过来的茶水时 南方人被进店垫了一下 但阿初自己却没有感觉 这件小事很快被抛在脑后 因为客满 两人只能住同一间房 虽然同处一室近在咫尺 然而中间一道屏风树立 却好似隔着相距百年的时光距离 第二日清早 两人便觐见了那位夫人惠姬 因为身患怪病 惠姬和领主的感情越来越淡 这一代川越番的领主是入坠女婿 如果无法诞生此次的话 代代相传的川越番 直系血统就将断绝 幸悔一伦的惠姬 一气之下出家当了尼姑 而见到南方人的第一眼 听说他只是个江户民间郎中 没有多说 只是叫他领份酬劳离开 连治都不用他治 局校私下请见惠姬 给他看了当初德川家的谢礼书子 惠姬拿过来一看 上面印有天荒的菊花家徽 还有德川家的葵花家徽 局校说虽然南方先生只是民间郎中 但却救过河公公主一命 堪称江户第一神医 有这份名誉作保 惠姬同意了让南方人诊治 截下头巾 一个拳头大小的肿瘤长在脖子旁 简直触目惊心 经过触诊 肿瘤很坚硬 摸起来凹凸不平 位置较浅 局校根据这病情 判断出这不是腺淋巴瘤 而是多性性腺瘤 完全可以通过手术来摘除 惠姬又时一惊 这个身为女子的局校 怎么懂得这么多知识 手术很成功 肿瘤的边界很清晰 而且没有侵入周边组织 属于良性 几天过后 康复成功的会机 恢复了清秀容貌 也郑重感谢了南方人和局校 回到旅店准备收拾行李返程 突然听见楼下惊合声响起 赶忙过去一看 店主的女儿阿初 在玩耍时不慎摔倒 腹部被尖锐树枝戳穿 腹腔内出血 必须马上动手术 就在整治途中 更加诡异的事发生了 南方人那种剧烈头疼再次袭来 而且身体逐渐淡化 慢慢消失不见 只剩下亚裔的局校呆立当场 南方人身体虚化 但意识还在 各种景象 犹如画卷一般展开 他看到阿初恢复健康后 长大成人 嫁给了一个也姓南方的人 这必定是自己的祖先 随后生儿育女 时间来到现代 当初南方人出生的家 不过走出来的小孩子 却不是自己 也就是说 如果阿初得救 逆天改命 在未来就不会有南方人出生 局校不停呼喊 而阿初的伤口 开始涌出大量鲜血 南方人再次出现 随着他的身形越来越实化 阿初的伤势就越来越重 才过片刻 就演变成了最坏的结果 弥漫性血管内淋血 最后 这个叫阿初的小女孩 不治身亡 南方人再次迷茫不已 想起了当初救过的人 也许每一个人都是如此 只不过换一种方式死去 变相的延长下生命罢了 自己终究敌不过历史的修正令 局校还是安静的听完 每一次的迷茫 都是他陪伴身边开导 初言说道 先生 医术的目的 归根结底 不就是为了延长生命吗 虽然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 但人终有一死 既然天命已定 又何苦自寻烦恼 又和上天去争什么输赢 如果没有局校 南方人可能连生活的方向都找不到 但两人之间 那层窗户纸却始终捅不破 时光缓缓流逝 因为组成萨长联盟 龙马成为幕府的眼中钉肉中刺 被发出通缉令 不断有刺客行刺 几次三番都是显而又显的脱困 而随着武装导墓活动的来临 物价飞涨 势道不平 时而有抢梁暴动发生 南方人则在全国各地讲授 推广青霉素的效用 在长期也终于见到了阔别已久的版本龙马 正在为导墓联盟做最后的准备 萨摩番 长州番 土佐番 肥浅番 这四大熊番已经下定决心 要武装推翻幕府 而龙马作为中间人 不停地给他们走私武器 这两人也留下了那张著名的照片 不过和历史上的不同 因为南方人的穿越 版本龙马的单人照变成了两人合照 在席间 南方人稍微说了下现代保险的事 龙马一点绝通 对这个想法非常感兴趣 没人上交一点钱 这样在生病的时候 就可以通过节育的钱来治疗 减轻负担 而在龙马的邀请下 南方人跟随他前往长州 导墓战争即将打响第一枪 虽然这是历史潮流 但听着龙马的豪言壮语 走私 战争 导墓 势必会血流成河 身灵涂炭 让作为医生的南方人 无法以轻松的心情 接受这份历史 开口问道 讨伐幕府非要用武力推翻吗 龙马知晓他心中所想 没有正面回答 只是指着大海说道 在海的那一边 有一个较轻的国家 原本无比强大 但因为闭关锁国 被列强趁虚刮分 现在如同殖民地一般 如果不推翻德川幕府 我们也会不起后尘 必须要给这个国家来刺大换血 这场仗非打不可 而因为倒墓行动的到来 圣海州作为幕府臣子 站在了龙马的对立面 不过他内心深处 是赞同龙马的行为 因为幕府这边决定 向法国求援 等他们的资金和军舰移荡 便开始向萨场土匪 待战事结束 居然以割让领土作为打谢 这种行为无异于自取灭亡 德川幕府将近260年的统治 至如今道行逆施 人心尽丧 而且凭借先进的武器和装备 幕府军这一战被打得节节败退 原本在书中记载 描述这一战只是寥寥几句话 但真正看在眼里 却是截然不同的情形 龙马兴奋一长 终于要结束这腐朽的幕府 南方人才分辨不清 哪边是幕府军 哪边是党禄军 映入眼帘的只有同胞自想残杀 这场战事很快结束 在陆遇几个受伤的幕府兵之时 两人爆发了激烈争吵 南方人想要为他们救治 龙马则劝他继续赶路 身为医生的南方人 无法理解龙马的做法 痛斥他是军火贩子 而通过暴力手段实行统一 天下也不会太平 龙马也沉申反驳 先生你真是个特别的人 只会讲一些漂亮话 如果要推翻幕府 这些仗非打不可 二人最终也因为理念不同 分道扬镳 然而就在龙马走后不久 刚刚救下的几名士兵 被追上来的岛墓军击毙 这又是历史修正力的作用 本应在战争中死去的他们 仅仅只是多活了一点时间而已 南方人内心无限悲痛 跪地咒骂 他们只是几个无名小族罢了 难道救下他们 也会对历史产生什么影响吗 之后的一段时间 战事不断硝烟四起 南方人奔走各处 救治幕府军伤兵 也救治岛墓军伤员 不过他很快就发现 这是毫无意义的行为 救完一个又死伤十个 而刚刚救好的伤员 上到战场立马又被打死 到最后 只能带着一身疲惫 回到了仁友堂 也只有见到菊校 南方人才感觉到 阔别已久的温暖 就这么风平浪静的 过了半年左右 一天 仁友堂接到野峰的来信 信中说到 他即将结婚 邀请南方人和菊校 去横滨参加婚礼 两人随即动身 横滨作为港口城市 一片的西方化景象 让菊校大开眼界 法商十分恩爱 热情招待了两人 而这次邀请南方人前来 除了参加婚礼之外 最关键的一点就是 野峰发现 自己当初手术的位置 最近又开始有些疼痛 南方人一听 预感到有些不妙 诊断过后果不其然 之前的肿瘤式恶性 已经开始扩散 腋下淋巴结 有十几处小吐气 还伴有肝壳喘气的症状 结合病症 确认是心发癌症无疑 这种情况下 最多只能活两年左右 不过野峰一听 却很高兴出言询问南方人 癌症这种病 会不会影响到他腹中胎儿 原来野峰已经怀有身孕 自知情况不妙 但两年时间 足够让他生出孩子 还能抱抱他 听听他的声音 甚至也许还可以 牵着孩子的手一起走路 野峰的态度很明显 不管如何 都要将这孩子生出来 他时间所剩不多 但腹中孩子 却可以活几十年 孩子将来的后代 也可以延续 子孙的血肉中 有野峰的存在 可以通过他们的眼睛 看到遥远未来 这也是野峰 这个命运多舛的女人 在这人世间 最后的一个愿望 南方人和局校 决定答应帮忙 邀请野峰 到时去江户仁友堂 在那里待产 自从两人大吵一架后 版本龙马开始反思 南方人说的话 虽然天真 但却也有道理 德川幕府 百足之虫死而不将 还是有一些藩主支持 如果硬来武力推翻 整个日本 必将打得千疮百孔 这样就会给外敌 可乘之机 经过民思苦想 汇集了自己曾经所学所见 版本龙马写下 九条政治改革计划 也就是日后 明治为新的重要纲领 船中八策 因为南方人 所提过的全民医保 龙马加上了这一条 变成船中九策 而这其中 最重要的一项 就是大政奉还 要末代将军 德川庆喜 还政权于天皇 避免日本内战 南方人极为担心 因为无数人 就死在眼前 当时多少 有点意气用事 事后想来 这一切都是历史必然 而自己对于历史记得不全 只能隐约想到 大政奉还就是今年 而龙马就将死于今年冬天 回到家 祈祷那种头痛 不会再次出现 准备写信请高龙马 果然才刚写了一句 头痛如约而至 南方人咬牙忍住 草草写完几句话 土之龙 没路于寒之金 请君务必当心 内心只祈求这封信 能顺利送达 之后 在等待野风 十月临盆的期间 南方人练习了 大量的泼腹产手术 菊肖也是给接生婆打下手 学习顺产知识 1867年入秋 野风如约来到仁友堂 准备安心待产 而预产期 大概就在这个月底 随着时间临近 南方人心中的不安 越来越强烈 分娩对于母体来说 是一件负担极大的事 而且野风本身就不健康 若能顺产一切好说 如果不能 实行泼妇产的话 现有的麻药太强烈 会对胎儿造成巨大伤害 时间飞逝 终于到了临盆的日子 整个仁友堂如临大敌 野风扬睡一破 菊肖一边鼓气 一边给他按摩 想要将胎胃扶正 南方人赶紧狂奔去叫帮手 不眠不休了一夜 阵痛也持续了一夜 然而最怕的情形还是来了 胎胃横向 先出来的是胎儿的手 南方人立马耗脉评估 心跳加速 母体已然虚弱不堪 多少带脸私心 将野风移到手术台 找了个借口骗他放心 准备保住母体 放弃孩子 一看南方人开始准备麻醉药 野风就明白了他想做什么 众人将野风死死安稳 第一道下去 便疼得他撕心裂肺 而一时不断的提醒自己 绝对不能混过去 不管是什么样的疼痛 必须要坚持 必须要等自己孩子安全出身 这种能让人活活疼死的极限痛楚 被野风 被一个母亲 以超越一切的毅力 咬牙坚持了下来 而待孩子取出之时 野风已经一时涣散 气若有死 这个几乎是从阎王爷手里 抢回来的孩子 有一个质朴的名字 安寿 也承载着众人的住院 安抚多寿 新生命诞生的同时 腐朽破败的幕府 也正式宣告完结 第十五代将军 德川庆喜 大势所迫下 同意了大政封还 日本正式告别封建社会 明治天皇继位 南方人即便历史 再差也知道 江户即将改名为东京 而那场浩浩荡荡的 明治维新就要来临 因为版本龙马 原本不是生产 即可享有俸禄的武士阶级 这一特权被剥夺 几乎所有的幕府武士 都恨他入骨 不幸的是 菊家长子菊公太郎 就接到了暗杀命令 以菊母和妹妹菊校 作为人质 以此相逼 让他不得不前往京都刺杀 南方人最近头疼 愈加频繁 他也担心 因为历史修正力的原因 那封警告信 能否收到还是未知数 他决定亲自上京 这一次不论如何 要和上天拜拜手腕 救龙马一命 除了局校 他还带上阿佐医生同行 并随身携带 大量医疗器材 以策万全 不过这次京都之行 路上总是发生各种意外 行经一个村子 便遇上了无依村 许多村民受到病痛折磨 南方人职责所在 只能一一救治 上天仿佛阻止他去京都一般 而各种耽误下 几人好不容易来到京都 一落脚就开始寻找龙马的下落 但是怎么找都找不到 几天时间下来 寻遍各种旅店翻笔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离刺杀的日子也越来越近 毫无头绪的南方人 正苦恼万分 忽然遇见了龙马的护卫 东藩市 急切恳求下 上天注定 在1867年12月10日 南方人赶到靖江屋 终于见到了版本龙马 两位挚友相见 都已将当初争吵仪式 抛在脑后 而中港圣太郎也突然赶到 这下南方人全都记起来了 就是今天 就在靖江屋 这两人都会死于自杀 赶忙将龙马离开京都 越快越好 龙马没当回事 想要动自己的人多了 不差这一天两天 不过南方人神情急切 众人还是换了一个地方 前往四田屋 而就在他们离开不久 靖江屋就来了一批自杀武士 不过因为南方人的提醒 这批刺客扑了个空 四田屋这边 几人正在宵夜 南方人还是不放心 一再催促龙马快点离京 但龙马吃在信头上 将他放心 还问起了那个保险制度的细则 而此时 出去小姐的中港圣太郎 被另外一批刺客击杀 南方人内心火急火燎 再次催促 阿左医生喝多了 说起野风产子的事 龙马的注意力又被拉了过去 自己不能明说龙马会死于今天 因为只要一开口 那种炸裂的头疼 就会准时袭来 坐立不安的南方人 紧张到极点 突然听见外面的午夜钟声 太好了 这样的话 今天就算过去了 龙马也许就不会被刺杀 大送一口气的南方人 开始和龙马聊起了天 突然一下 那种头痛再次出现 疼得南方人满地打滚 龙马健壮 立马出门准备 叫医生过来治疗 南方人明白 这时候龙马绝对不能出门 不过疼痛感太强 叫他别走的话 怎么都喊不出口 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被打斗肾吸引 龙马出门一看 自己的护卫东方士 正在和几名刺客缠斗 而这群刺客中 赫然就有太郎的身影 万般无奈之下 太郎原本想杀了龙马 完成任务 让家人免于责难 之后再谢罪切服自杀 护卫东方士身受重伤 奋而用刀 挡开至致命一击 在龙马即将被刺杀的 关键时候 行凶的人 突然变成了他的护卫 东方士 因为当初的立场不同 龙马曾经杀了他凶兆 但其实 东方士早已忘却这份仇怨 且不说自己这条命 就是龙马所救 更深层的原因则是 东方士担任护卫这么久 已经被龙马的理想所震撼 他是真正为国家在不停奔走 而当时情况万分危急 龙马已成必死之局 如果被德川幕府刺客所杀 在外人看来 德川家族必定是心不甘情不愿 那么刚刚起效的大政奉还 又要产生波折 所以东方士为了守护 这份来之不易的变革成果 绝境之中只能对龙马出手 做成是单纯的复仇性刺杀 这样一来 谁也无法说三道四 而为了赎回这份罪孽 东方士最终也切服谢罪 最担心的事果然是发生了 南方人迅速展开救治 医疗设备带得很齐全 而且受伤部位在头部 是他最擅长的区域 手术很成功 但是龙马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南方人几乎是寸步不离的守护 终于在第四天的时候 龙马睁开双眼 恢复了一时的清醒 事到如今 两人再也毫无保留 南方人说起了未来的一切 告诉他有个叫手机的东西 不论身在何方都可以聊天 还有种叫火车的工具 坐上它从江户到京都 只要一个时辰 还有飞机原谅人类的飞行梦想 在未来 即便是黑夜 也是万家灯火热到非凡 龙马痴痴的听完这些话 眼中应运着泪水 仿佛真的看见了 那个璀璨繁华的未来世界 突然胸肩一阵气闷 只一瞬间便脉搏虚弱 血压迅速下降 自知大县已至 抬手阻止正要抢救的局限 对南方人问出了最后一句话 先生 我真的创造了你所说的这个世界吗 南方人握紧了挚友的手 含泪点头 得到这个消息 版本龙马带着解脱的笑容 最终离开了人世 终年33岁 历史里的版本龙马 可以说是最符合日本审美的人 这短暂且传奇的一生 就如同樱花般绚烂 他是无意高强的尖客 师从北城易刀流 他是口弱悬河的纵横家 以一己之力 促成萨场两番结盟 他倡导的大政奉还 避免了日本内战消耗 传中八策 更是明智违信的刚领性方针 幕府倒台后 在提交新政府官员名单里 没有写自己的名字 而是激流永退 想要组建海员队 周游世界 并且他女人员极佳 处处桃花域 最后被人刺杀身亡 壮志为仇 身陷死 简直就是传奇小说情节 被人传送至今 在票选 《日本千年政治人物》里 利亚德川家康 枝田信长 位列第一 连我国的京剧院 也改编出了同名京剧版本龙马 南方人没能救活挚友 一切都是天命注定 不论做了多完善的准备 始终敌不过历史修正令 而正如历史所展现的一般 1868年3月 西乡龙胜带兵逼近江湖城 和德川幕府的代表圣海州谈判 两人达成七项和平协议 幕府城子全部撤出江湖 所有军界武器以及城池和平移交 史称江湖无血开城 时代更迭 滚滚洪流 而南方人也发现自己 头疼越来越频繁 并且手开始无法控制的颤抖 作为一流的脑科医生 他知道自己是患上了脑流 走在熟悉 却又陌生的江湖街头 南方人思索着 如果不久于人世 那么一个医生所能做的 只有将治病救人的医术 尽可能传输出去 明刻在这些人的眼里 手里和心里 传承不惜一直到未来 而自己教授的最后一刻 则是让仁友堂的医生们 能解剖他死后的尸体 仁友堂没有余钱 青梅素梅能成为资金来源 也无法让一众医生 获得应得的地位 南方人在这个时代 所能留下的 也只有医学知识 和这幅暴病残剧 一些幕府残留势力极为不满 驻军在上野宽永寺 富于顽抗 而太郎留下一封遗书后 也跟了过去 心中对于自己刺杀龙马一事 耿耿于怀 带着悔恨和愧疚 以必死之心参战 要维护一个武士 最后的荣耀 局校得知这事 立马前去战场寻找兄长 南方人也开始号召一众大夫 建立野战治疗所 准备救治伤兵 南方人一见局校服伤 吓得心惊肉跳 迅速开始诊断 左臂中枪 附加手腕外侧擦伤 当务之急是要取出子弹 不过现在的他 因为脑流的原因 已经抓不稳手术刀了 只能将阿左医生带为治疗 跟局校说了句抱歉 转身走出治疗所 痛骂自己是个废物 在最需要的时候 偏偏连个手术刀都拿不起来 战事很快结束了 幕府残菌被肃清 不过几天之后 局校高哨不退 伤口出现化浓性病变 一看这浅绿色的分泌物 南方人心中一凉 局校感染了绿浓感菌 青霉素对其无效 而治疗这种感染的磷霉素 这个时代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来 局校病情恶化很严重 再这么下去 就会引发败血症 有生命危险 作为一个医生 最最无奈的事 看着心爱巨人 一点点慢慢死去 而自己却无能为力 痛彻心扉 就在两人相拥之时 南方人脑中突然回忆起 在穿越之前 有一瓶药跌落在楼梯间 正是灵霉素 自己还把他收进了口袋 赶紧召集所有大夫 疯狂的在局家搜索 把整个房间翻了个遍 却始终毫无踪影 南方人来到最初的小树林 这是他穿越之后 醒来的第一个地方 剧烈头疼再次袭来 脑海中有个声音响起 回去吧 想要救局校就回到现代 头疼一直持续 脑中的声音也不断在质疑 来到一个悬崖边 南方人强烈感觉到 只要跳下去 就可以回到现代 随即纵身一跃 双眼不能事物 无尽的黑暗环绕身边 仿佛只是一瞬间 又仿佛过了百年时光 醒来的南方人 已经是头缠纱布 变成了最开始的那个病人 偷取磷霉素 还有手术包等医疗器械 在楼梯间遇见了现代自己 就跟当初一模一样 自己推自己下楼 重开穿越轮回 不知过了多久 再次睁开眼 南方人脑中一片模糊 还是熟悉的医院 周边也全是认识的同事 自己脑中肿瘤已经取出 但并非是怪异的婴儿形状 只是普通的良性肿瘤 而未婚妻也不复存在 原来这是个平行世界 以一号世界里的南方人 生患特殊婴儿脑瘤为原点 自己给自己做完手术之后 穿越到二号世界里的江湖时代 之后以拯救菊校作为最终目的 不断轮回 循环往复 那么菊校 这个心中牵挂的女人 到底有没有得救 南方人急切地寻找答案 在各种历史典籍里翻阅 青梅素 还是由英国的弗莱明发现 而仁友堂最终留存下来 书中记载着几个熟悉生意 已经成为优秀的医学开创者 阿左医生 阿佛医生 小胖医生等等 不过南方人和菊校的名字 却毫无记载痕迹 自始至终没有出现过 南方人来到菊家原住址 这里已经被改造成一间诊所 名为菊医院 随后一个人出现 让他几乎目瞪口呆 和未婚妻和野风 长相一样的女人 名为菊未来 南方人急切询问 你们家是否有个叫菊校的祖先 眼前这个男人提问非常唐突 但不知为何 只看他一眼 菊未来就感觉他似曾相识 肯定和自己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便邀请南方人进来 在一堆老旧发黄的照片里 整个菊家的百年历史 缓缓展现开来 菊校的哥哥太郎 在树林里捡到一瓶药 救下了当时奄奄一息的菊校 明知初期 女医生不太被人接受 菊校以一个接生婆的身份 将菊家改成了诊所 而龙马那张照片里 只剩他一个 原本在身边的南方人消失不见 叶峰和丈夫最终去世 留下来那个名为安寿的女孩 被菊校收养 而菊校则活到了八十多岁 一直到死也终身未嫁 照片中的她白发苍苍 六位勾搂着背 安详的望着门口 就好似在等着某个人过来接她 在给后代的遗言中 只有一句话和一封信 如果在将来 遇见一个喜欢吃油炸豆腐的医生 那么便将这封信交给她 这份跨越百年的情谊思念 就写在这封发黄的书信里 立花咲季は先生をお慕い申しておりまし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